新赛季的中超联赛 云集了不少层效力过欧洲五大联赛的外援 像保利尼奥、帕托等人都曾对中超联赛的水平赞于有加 而如今又有一位中超外援在外媒面前为自己所效力的联赛说了好话 那就是泰达阵中的德国中尉巴斯蒂安斯 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 这位没有比赛任务的德国硬汉 接受了祖国媒体图片报的采访 谈到了自己过去半个赛季在中超的所见所闻 作为一位增效力过得假的球员 巴斯蒂安斯胜赞中超很有挑战性 水平比德尹还高 此外他还感叹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孩子在街头踢球 巴斯蒂安斯是这样评价中超的 很多人说中超是一个水平很一般的联赛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后人来说这不是事实 因为我每场都要遇到许多顶级外援射手的轮番冲击 这在德里可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像不久前对阵苏宁的比赛 我的对手就是特谢拉 埃德尔这样让人激动的大牌 当被问及对中超的理解时 巴斯蒂安斯委婉的批评道 那里的规则实在太复杂了 他们无法像欧洲联赛那样每场派上最好的球员 每场比赛至少一位外人无法登场 而且还要上三个123球员 其中一个还必须首发 可以说这对于教练是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必须提前最好自己的规划 至于被问及对中国足球最大的感触 巴斯蒂安斯遗憾的说道 虽然中国人很爱足球 他们也很舍得投入金钱 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的小孩子街头踢球 如果他们能这样快乐的踢球 我相信凭借庞大的人口技术 中国足球一定会很快崛起 而对于自己在中国的生活 德国体味也是十分满意 他表示 我很喜欢天津这座城市 我和中国对友业相处的非常融洽 虽然我们泰达排名不算靠前 但大家都很努力 我的合同签会在年底到期 不管未来是否在哪 这对于我来说都是段宝贵经历 作为泰达今年东窗引进的心源 虽然巴斯蒂安斯名气不大 但却是为非常适用的万人 本赛季他已经代表泰达出场22次 并且打进一球 他在防守端的不俗表现 也是泰达战季提升的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感谢这位兢兢业业 德国外员 对中超的赞美 和提出的合理建议的同时 也希望他在下半赛季继续用出色的表现 帮助泰达持得更好的排名 感谢观看